上次四線齊倒 今次亦是相當嚴重的 就是雙撞 整個新的信用系統的設置 就是如何防止列車雙撞 今次整個雙撞系統 即是防撞系統 沒有啟動用 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我也要求港鐵 一定要清楚交代這件事 令市民有信心 否則在所有測試完成後 都一定要做更多的測試 才能夠啟用這個新系統 現時這個舊系統 都不需要維持一段時間運作 但是我們全灣線的使用情況 已經是非常之嚴峻 現在每天都是迫爆的 如果這個相當的信用系統 沒有辦法如期使用 可能對整個舊灣線 人口的增長 加上使用的情況 是會更加嚴峻 所以希望港鐵和政府 盡快出來交代事件 我們很憂慮 真的很憂慮 我們亂想不到最基本的行車安全 是一個我們一廂情願 十分之放心的這個標準 都竟然在這個事故裏面 是打破了我們這些想法 我們前線接觸很多的市民 乘客看到一些上鏡 我們就是知道 用33億 毀台一個全世界都幾知名的 一個信號系統 都來到幫港鐵換系統 都發生這樣的事 我們的熟會 都有香港鐵路員工總會 亦都透過他們的平台 表達了他們的看法 就是要保障員工安全為大前提 未查明今次事故的原因之前 暫停這些信號系統的測試 都要保障於人代表 你們每週五月 賞小雅 雅 都會不會 他們